-你可以教室嗎? -好,沒關係,你可以教室嗎? -好,沒關係,你可以教室嗎? -好,沒關係 -現在是教導南雄的學生 -對,是特徒選擇的學生 -你看我之前,從國一開始 就個人自學 一直到高中的時候 才明確的確認就是想要往 城市教育的方向前進 我現在一直在做 貝尼組織的一個規劃 有一個組織叫 是給這個 免費的 一城市教育做個平台 給成文就是介紹 -我可以幫你一點? -是 -謝謝 -好,好 -再這樣乾淨 -是 -好,來 -這就是我們的組織網站 我們希望就是可以用免費的方式 給大家去做一個城市的學習 因為我們當初 學城市的時候 都非常貴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用免費的方式 心得了解這個 拍方式什麼 我們也有提供就是一個 可以寫城市的環境 就是你不用再安裝任何的軟體 對 iPad上 對 在我們這邊寫就可以 我們在這裡 有提供這樣子的一個資源 我們現在是 這個非營利益的一個組織 但是我們想要朝向 所謂的社會企業的方向去前進 就是有服務或產品 是 我這邊跟正偉做個大概的介紹 我們有看到的一個需求就是 現在的線上課程 擁有這個買斷的問題 就是 一旦我付了這個價格之後 我所看到的影片和資源的這些 都已經被限制住了 我就只能看到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還會永續的做一個學習 講師去更新影片的用意 也非常的少 因為他也需要花很大量的成本 來去做這個影片的更新 所以 無法來賺取這個長久的收入 我們也覺得說 現在這個程式範例的需求 是有日益的增長的 所以我們覺得說之後 不應該focus在程式課程這邊 而是應該在這個程式範例這一塊 來去著墨 那程式範例它其實需要 好上尋找整理跟學習 這些成本的問題 你必須花很大量的時間 把這個程式範例給搞懂 然後也要在你電腦上面可以去跑 那這樣子我覺得有點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平台 是可以來去使用這些程式的資源 還有範例以及趨勢文 這樣做一個整合 然後讓這個拍放與金融呢 變成是類似這種雜誌的概念 它去訂閱 然後可以得到它英勇的一些資源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就是 在這個金融這塊裡面去做一個規劃 OK 所以我們 當初我個人是有在福人大學做這個 城市的顧問 我有協助這個研究生 去做這個金融相關的論文 那他們本身因為是金融系的 所以他們對城市是非常的陌生 所以教授那邊就有說 是否可以提供給他們 城市的範例 然後讓他們去跑 集中的數據 他們還是保持著他們的一個專業 那我這邊就是提供城市的協助 所以城市顧問的這個角色 我希望可以應用在各個人層面上 而不只是大學的這個族群 我希望可以focus在四個族群 分別是長輩的族群 學術研究的族群 還有就是 甚至是分析機構的族群 我們提供這個金融的城市範例 然後它用領略式的方式 然後給我們這個收入 那因為我們現在比較尷尬的是 我們是從 非營利的一個角度開始的 就是我們Time Coast Score 都是免費的資源 那我們已經有開始有這個成本的壓力存在 因為有越來越多人來去看我們的這些教材 然後我們也有提供各個不同的 現場的這些課程的教學 分別在新竹跟台北 然後在那個三創科學園區 跟這個交通大學這邊 做這個城市的分享 但是本身 我們希望說還是可以用販售商品的一個概念 來去增加我們的營收 那我們會把我們的營收 然後放入到我們現在原本在做的這個部分 就是回饋到社會 那我們現在有個問題就是 關於這個社會企業的部分 不知道說這個法規跟要怎麼樣去整合這一塊 因為這個是相對比較模糊的 因為我們已經應該這個月就會推出 會下個月來 社會創新組織的登記辦法 那那個就是第一個 把明確的去說 如果你是營利組織 然後比方說公司型態 有限合國型態等等 或者是非營利組織 然後比方說協會型態 基金會型態 以及當然介於其中的 像合作社型態 或者是儲蓄互助社型態 以及等等的這種 比較像合作社的一些型態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每一個型態它的結構 尤其它資金的主要來源都不一樣 那如果你現在是非營利組織 那當然你還是可以以捐款 尤其是訂閱式的捐款 來當作你的一個來源 而且可以抵稅 那但是如果現在你想要有一個營利組織 那我們也在法規上做了調整 所以你可以透過一個協會或基金會 去創立一家公司 然後去控制它的支付 這樣子嗎 就持貨的部分 就好像說你透過勞務出資 那你獲得了你所創立的公司的10%股權 可是你只要在它公開發現以前 你就可以說這10%每一股有20個投票權 或者有否決權等等 所以你還是可以增資 但是你增到的就會是跟你相合的投資員 因為他們都了解到說 其實控制權還是在跟你組織受傷 所以這個就跟以前的台灣傳統上 只有營利組織大到一個程度 去成立一個基金會當它的CSR 是高好相反的一個動向 那這個目前我們也都已經 發揮了一些調適完成 所以可以用所謂的社會系列組織的模式 來去開設一間公司 就是說你如果是公司 你上面有一個協會 那它可以作為公司的發起人 那這個發起人 它甚至不用現金出資 它可以勞務出資 就是我們叫做好牧人模式 好牧人就是一家協會 但是它創了一家公司叫艾曼妍 那但是它是透過 就是所謂勞務出資的方式 那你的出資的資本也不用很大 因為你可以透過所謂特別務的設計 那這個設計 就可以讓你一直控制這家公司 但是等於是股東可以分紅 但是不能搶奪你的控制權 所以在這個股權的部分 勞務出資是對我影響到 就是其他人會用錢的方式來去做 對對對就是這樣子 那甚至你勞務出資的 你可以一股五十權嗎 一股一百權嗎 這個都講好就好了 所以勞務出資的額度也不用很大 不然會有課稅的問題 那股權跟勞務出資本身是分開的 沒有勞務出資就是換股權 只是說這個股權是特別不一樣的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 因為台灣有法人的股東制度 就是很少見的 那但是如果你是協會作為股東 有一個好處就是 協會的內部治理 不管理事長怎麼改選等等 至少他的這家公司權的控制權 不會消滅 以前常常是協會的理事長 兼任那家公司的創始股東 但是等到這邊改選之後 突然就變兩個不相干的東西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這個模式 比較好的一個方法 對 在社會企業的部分 是否有哪一些公司 是跟我們做類似的感覺 在城市教育這塊的部分 你用社會企業的角度來去做這個 對 有一部婉轉學校 但是它不是做城市 它是做永續發展的一些 永續發展的一些 對的一些 Awareness 但是它的模型 就跟你們有一點點像 它叫PlayScore P-L-E-Y 或是A-Y 然後Score.org 那你也可以看到它是 公司型態 然後B型企業 然後它的合作單位 也跟你們的有一點點像 就是三個不同的部門都有 然後他們也是提供實體的 像夏令林啊 這樣子的服務為主 那反而線上的是它用來 交來生意的 反而是一些 這個模式我們叫Freemium 就是說有一些大家可以免費取用的 來建立的品牌 但是如果要更深度的基於這些素材的教學服務 那就要花費相當多的錢啊 他們夏令林其實還蠻多錢的 對 了解 如果說在這個行銷宣傳的部分的話 對 有沒有一些 這種有沒有一些建議 就是應該用 有啊 如果你登錄到我們的那個 社創的平台上 就是si.taiwan.gov.tw 我稍微一下 好 一下子就可以看到 好比像說 你叫按 以登記組織右邊那個白的 是 然後你在右邊去選 第四項 教育品質 對 教育品質 對 你就會一次看到 教育品質 你就會一次看到 所有台灣正在做 教育的 因為這些是有跟 設計同行做 對 所有做登錄的 那它只要登錄上來 一方面是說 我們會把它放到行錄裡面 那任何企業只要 採購或組織只要採購 這些到五百萬 我就會出來頒獎 五百萬 對 對 所以去年 它們就 這樣就造成14吧 等等的 採購額 那這個特色之一就是它會從 本來只是 CSR就是過年三節的採購 會變成供應鏈的採購 所以它會變成它的 就是商業模式的一部分 了解 對 所以我想這個是很值得去探索的 就是你登錄之後 我們想辦法把你放到行錄上 然後如果公共門也需要你的這個服務的話 因為公共門現在也需要這個數位轉型嘛 那也許我們就可以來台灣公共供供應契約 這樣子的話 在任何 甚至限時層級 來要購買你的服務或產品的時候 他們都不用重新移加 對你來講 等於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公共門的來源 用個所談好的價格 對對對 那除了公共供供應契約之外 當然如果你的章程啊公益報告啊 有揭露的話 那這邊也是可以讓你 你之後如果你成立子公司 去看到一些影響力投資人 然後能夠去證明說 這些投資人的錢 真的可以換算成比他捐出去更高的 受的影響力 對 那社系中心本身是會去生意 放你去生意 對 我去講這個什麼 並不只是說要去做社會的一個發展的東西 應該是說這些組織都是他生意做的越好 理論上社會就越好 對 對 就是他不會把他的成本外部化 反而是他的效益外部化 是 對 那只要你透過就是 我們叫做mission market measurement 就是你有明確的使命 然後你有服務或產品能夠跟市場互動 然後你每年都有類似像公益報告這樣的方法 來給出一個交代說大家因為跟你做生意 又讓這個使命多靠近了一些 那只要這三個都滿足的話 那我們就會幫你們看生意 基本上 OK 那 所以說我在這裡做這個登記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跟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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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如果要推廣到學校的話 請教授去購買這個軟體性的這個產品 但是軟體性的產品你記得好像在購買上面的一個程序的部分 是比較複雜的 因為它並不是一個硬體 它是一個軟體 那這個要怎麼去做一個 不過你可以購買服務 服務 對啊買服務送軟體 一般都是這樣 你不是買服務送軟體 就是買硬體送軟體 對 然後就是要轉的一個方式 因為除非你整套軟體都是開放程式嘛 所以那樣子才有所謂買軟體科研 不然它其實沒有著作權 是 它沒有著作權的話 它並沒有買到任何東西 OK 對 所以本來這個就很困難 對 所以比較好的方式我們看到的都是說 它買你的教學或資源或訓練課程 然後附上這個軟體的使用權 是 是 那或者是它買你的某種硬體 它比如說軟體教學裝置 然後它附這個軟體的使用權 大概是這兩種方式 嗯 了解 在這個 像這個程式販利資源的部分 對 假如說我現在就是用訂閱式的方式 來去提供給大家 對 但是會有沒有一種可能性就是 它可能購買一天 然後把所有程式販利都販利 然後就退款了 沒有可能 對 對 那想請問就是有沒有一種類似的這個 經濟或方向可以去留一個參考 就是保護好我的 不過我覺得這是還好是因為 就像你說這個是與時俱進嘛 是 對 所以除非就是說它每訂閱一次 就下個月又來訂閱一次 下個月又來訂閱一次 但是就算那樣也沒有關係啊 就要確保它的那個一次性的訂閱的那個錢 它比方說你要求它必須以年為單位訂閱 那它等於就一次付了十個月的錢嘛 是 它就算取消那又怎樣 你已經收到十來個月的錢嘛 對 那到了十來個月以後 本來這些課程大概一般都會需要更新嘛 是 所以其實這不是一個問題 只要你的訂閱的那個 量量是夠的 對對對 那請問鄭蕙在設計中心這邊的話 對 如果要跟設計中心做個合作 就是說把我們這個提案 給設計中心做這個類似 在這邊做這個刷新機率的部分 對 在這裡作為一個落點 可以啊 這個就是進駐團隊 進駐團隊 對應該我們下一期應該年底吧 會開始Call for Propos 那在這個材料的部分的話 有沒有網站是可以做一個參考 就是收開不同的計劃 或者是說 會不會一個方向是有可力發展 為什麼它做出來呢 就是會不會有那次資源可以去做參考 其實你不需要特別做什麼 就是 可能要做一個簡報嘛 當然 然後來這邊給其他團隊跟評審看一下 是 你的做法 但是就這樣子 它並沒有 我們不是要那種好像五百列的說明報道 哦當然 對 那當然每次Call for Propos 都會有說明會 所以就說明會來就好了 這是最終最容易的 也是在這邊 對對對 那如果你有登錄的話 它應該會送到所有朋友的人 所以先從 對對對 因為登錄的 就是先讓我們知道你的存在 當然 當然 那如果 在這個 像現在這個回饋社會的一個部分 會不會有就是說 會不會有就是說 所謂的 那會有一種 我該如何去把這個行銷的部分去轉過來 就是說 其實購買這個產品是想要合貴社會 還不是說我們想要去賺錢 因為 大部分的台灣人還是覺得說 這個 我們是在引力的 並不是在 對 我想重點是 是with profit 不是for profit 對 對 所以說你有 有 有產品或服務 但是不表示你是為了這個利潤 對 那所以就是你的 實際收到的錢 你的盈餘 有多少是再投入你的客人開發 這就很重要 如果你是分應體組織 你全部都必須投入 所以要收集 沒有不動分紅這件事情 那像尤努斯型態的話 他們就是說 你投資一百萬 那你最多就拿回一百萬 第101萬開始 就像被引力組織一樣 就要投入這個實名了 那有很多 BQ企業或公益公司 他們做的就是說 股東每賺兩塊錢 裡面有一塊錢 就必須再投入這個實名 就是無事無事了 這有非常多安排 那這個期望是 通常要在公司上是清楚的 你寫清楚就好 有沒有人會說什麼 對 如果你說協會 就是有百分之五十的分嗎 對 你就寫清楚吧 那投資人就是看他要不要投 有關於這個協會 跟這個特別固定 你現在是協會嗎 不是 那你現在是 請我父親的公司委託 來保護術相關的 所以你是自然人 對 好 就是現在想要升級成這個 社會系列 對理解理解 所以你一開始就可以挑 你的形式 是 那當然 如果你只是從 就是你現在如果捐款的人不多 嗯 那你就直接從公司心態開始 也是一個做法 做手做規劃 對 但是你章程裡面 就要寫得很清楚 那你在SI平台上面 可以看到很多有做章程揭露的 那你只要看到這種有做章程揭露的 你按進去 就一個眼睛的突示 對 然後它底下一定就會 幫你連到經濟部的工廠登記平台 這邊 然後你只要按查詢 然後 有點慢 然後 詳細資料 然後 然後 詳細資料 章程 就是 自信記錄的事項 這樣你就馬上可以看到 說 就是 獲利 要怎麼樣做 然後 總決算 10% 給某個非營利組織 然後 或者是 之類之類 那當然每個的章程都長不一樣 你就多看幾個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你要長什麼樣子 就是要在公司章程那邊 對 那種清楚 就等於不要誤導你的可能投資人 不要他錢已經準備拿出來 你才給他看成的 是 那是說他先看了這個原則公開的 然後再投資給你 OK 那在這個 營收部分的話 就是 以社會企業的方式來看 還是需要做這個會計相關的 當然 如果你用公司型態 他就是一間公司 對 他也是一間公司 他不會特別貴在就是 不會 OK 那如果你是合作者 那他就是合作者 如果他是協會 他就是協會 商行可以嗎 商號也可以 都可以 就你只要有稅金就可以 那如果 年齡的話 因為像我現在就是 還沒到20歲 是 那你爸媽同意的話 就是 就要代理人 那就是 那如果說有任何的 提示的資金進駐的話 對 我代理人 還去代理人 所以 這個當然 我也很希望 能夠馬上改到18歲 我們還在努力當中 對 有有有 我有很多朋友 做我提案的 對對對 這非常重要 就是刑法上 18歲就要負責 但是明法上 20歲才能負責 對 非常的偉意 所以還是先用這個 代理的方式 對 OK OK 了解 了解 那 像我們這個 訂閱式的這個服務 這我不知道覺得說 有沒有 地方是 可以不可以證明 就是說 你要把他的 就是 他比人先享受到什麼 他怎麼樣參與你的 課程制定 就是他能夠換到的權益 跟權利 都要講得很清楚 那當然 他贊助你做出這些東西 你要分享給所有人 那是你的自由 所以像現在很多 畫網路 臉畫漫畫的 那你每個月 給他一點錢 對 就讓你先看到明天的漫畫 喔 那 對 比別人有更鮮的 更好的服務品 你再多給他一點錢 他在畫的時候 就可以開直播跟你討論 是 你再多給一點錢 他就專門把你畫成 他裡面的一個人物 等等 就是 就是現在都是這樣子 但是最後結果 仍然是全部共享的 那 所以這種叫訂閱式 群眾募集 那 如果你感興趣的話 國外有比較Patreon的網站 是 比較早走這個的 P-A-T-R-E-O-N P-A-T-R-E-O-N 對 這個 對 然後你在裡面就可以看到 很多跟你做類似的 題目的 朋友 你往下的 它會分成很多行業 喔 對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 他們給訂閱式群眾的支持者 哪些回饋 所以也是 類似訂閱式的 這個方式 每個月付錢 對對對 你如果不付 就沒有這些Perk 對 那在台灣 訂閱式群眾 嘖嘖也有在做 但是才開始沒有多久 是 那他們的 應該是不同的一個形式 就是 他們是不是說 還是有各個不同的組合 然後還要購買 沒有 哲哲以前都是做商品型的 是 所以一次型的 但他們現在也開始做訂閱了 OK 那他們訂閱之後的內容 就是到第三方的平台去獲取嗎 還是說 應該是吧 那 之前也有 其實現在台灣做訂閱師有好幾個 創作者有另外一個嘛 就本來叫SOS Reader的那個團隊 那 Press Play 對 對啊 SOS Reader 現在叫放格子了嘛 叫Hocus 放格子 對 然後 其實很多啦 是 那 對 哲哲現在訂閱式是 把比箱說圖文不符 現在每個月就十萬 然後 有幾個 還不錯的吧 對 對 他們總是才剛開始 那社區中心這邊會 提供一些文案式的一些資訊嗎 就是說 我們這個文案 我們可以有 我們會有一些課程 但是 這種一對一的 你可能要找新創系統 他們就不一定是社創 就是任何成立五年之內的團隊 或者應該五年都可以去找他們 他們就有很多的注意 包括那這邊也會有這個呢 相關的課程 是 可以去 對對對 對 因為我們就是禮居嘛 所以 剩那邊二樓就是 明白 明白 了解 因為 我們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們希望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對 分類 那是有關於這個 拍放程式趨勢文章 對 有些趨勢文章它是免費的 對 但是它其實並沒有那麼大的曝光 對 那我們還是把它歸類在我們訂閱室的 這一個方法資源裡面 只要你著作權沒問題 沒有著作權 不要跟他們講好 你一開始寫的人就是CC授權 這是最沒問題的 OK 對 那不然的話你就要離這些片段來看 要注意到CC授權 對 對 好 如果在這個 訂閱室的部分 那像這個 對 它基礎和數據和進行的部分 好 我們提供了程式範例 那我們希望可以去做這個 呃 推廣 對 但是它本身那個程式範例 出了問題 然後需要做問題討論 對 然後去解決 那如果說今天有 一萬人兩萬人 對 他會去做問我問題的話 對 那我會有沒有更同一個方式 是可以解決 原本程式問題的一個部分 那你就要像Static Exchange 那樣子嗎 Static Overflow 你說大家互相交流的問題 對啊 其實可看學員也是這樣 是 就不要統一就歸類到 這樣不然吃不下 就供這邊嗎 對啊 甚至如果他訂閱到一個程度 他還可以變成類似社群領袖 對 就是說他才有 譬如說他的回音會自動化 最上面之類的 其實都很容易生氣的 技術上的部分 是 了解 所以 要類似用個叫 類似Forum的這種問題 來去解決這部分 對 等於你的每一支影片 或每一個學程 他就是一個類似討論法 喔 OK OK 了解 我想問一下 鄧委的一點點就是說 假如說今天 想要購買這個組合的話 這個價格是不是太貴了一個部分 因為我記得訂閱式的部分 他們的價格都是非常便宜的 我覺得這個你就先多看一下 去多方面的做 對 就先看一下目前市場上的房子 然後可能也做一些使用這個房子看 對 但是程式的部分 程式訂閱的部分 還有目前沒有這個 一個可以讓我去參考 有一個 COPANEMY嗎 COPANEMY COPANEMY是不是 六百塊一個月 對 它是教學教學部分 對 教學部分 如果 如果是這個 直接提供程式範例 然後沒有任何影片的話 這個 有沒有一個比例的 或一個市場的 調查的一個方向 我可以去做 著墨跟分析的 對 這個算是 由 訂閱者共同決定 你要提供的範例 你要寫什麼 就寫什麼 我會先準備好 然後 我會就是跟他們講說 這個是我點閱的一些內容 看你要不要去做這個 購買的動作 但是我很想知道就是說 這個市場調查該怎麼 該怎麼去做一個分析 因為大部分 你可以收到的 有一個問題 然後你幫他借到一部分 對 這個是最 最容易賣錢的 你甚至可以用小事去算錢 是 當你有一個社群 社群有一些共同 要解決的問題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透過訂閱室 給大家分攤成分 對 但是如果 就是你剛剛講的是說 你本來就已經想好 沒有一些什麼 大家只是買或不買 那我覺得這個 你能夠定家的空間就比較窄 就會變成是說 只有預先對你的 這一方面感興趣的人 對 才會來 對 所以我覺得反而不要這樣 反而 說不定你把 因為你的 這裡你的稀缺資源 是你跟你的老師們的時間 對 所以你反而應該要用 好比像說 我不知道 像拍賣這種方式 去做 有一個常用的拍賣策略就是說 大家都可以 進標 你下次要做什麼 對 然後出 最高價的人 得標 但他只需要出 第二高價的人的錢 對 那就是所謂密封式 這個 第二 就是 那這個就會讓大家 比較願意揭露 自己認為 這一個服務 最真實的價值 是什麼 對 它既不會高爆 也不會低爆 是 那當然拍賣還有更多更複雜 就是車比較容易解釋 很好的 對 那所以這也是一個可以想的 就是說 當你還不知道市場 把你的時間 或你的服務 怎麼股價的時候 也許你在一開始 透過類似拍賣的機制 當然你得先訂閱 最基本的才能進入拍賣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很快的知道市場 給你的合理價格是什麼 那如果逐步的 把價格拿到 就是說先賣 兩個點 你的下面都有顯不賣 那麼慢慢慢慢慢慢 這樣子去做一個測試 是否還可以變成一個世界 也可以啊 只是說 你這個的前提是 你真的要一下子 就五百人 來跟你打交道 不然五百人 跟不限人數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覺得 這都是等社群規模 再大一點 才能去做 你才能做A-B testing 所以要是先下戰場 就是說 先 養戰沒辦法 對 必然是這樣子 因為你要先有口碑 那是沒有口碑的話 就沒有五百人 沒有五百人 你這種區別聽一下 沒有什麼意義 有沒有類似的社群 是有可以 跟他們去做一個交流的 最近成有一個什麼 亞洲區塊力學院 亞洲區塊力學院 對 就是 就是 我們都知道Coppinghood 怎麼了嗎 那 後來Coppinghood的一些朋友 就出來辦類似這種 金融相關的教學 學會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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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CBA 而且他們現在像黃東 像英雄 那好 對 那他的model 就其實跟你的有點像 也是金融相關的 不過他當然是focus在 出派方這些東西上面 對 但他也是個城市當地沒有做好 其實都是出派方的城市 OK 那他們城市馬是開運的 就是 這個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他還有兩天才上線 這是非常新的一個東西 對 但是我是覺得 他們的價值定位 就往下 是很好的 就是他 可以一下子就讓社群知道說 這是他的菜 或不是他的菜 OK 對 那 當然他們不是分離 不知的人 有人可以參考 是的 就是接近他的一個模式 對 那 社區中心這邊非常深入的 投資是 有國發基金那邊去做一個 如果是投資的話 大概都是 應該說 投資分成公務門的投資 那就是國發基金 對 就是跟頭而不領頭 所以社區中心不一樣 但是社區中心 那我們 國發基金是我們的其中一個成員 所以有十二個部會 對 那但是 更多的還是 我們去重解 就是感興趣的一些大企業 每個大企業都有他的投資部門 所以 助投的也 對類似創投的這樣有關的觀念 所以這個創投權我們就要影響力投資 像活稅 活稅2 都是這種東西 那 所以他一開始加入那個投資圈的 本來就是 覺得他們的資金可能比較晚才能回收 那產生的總社會效益比較大 對 會加入的大概都不是很缺陷 對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他們就可以去放 叫做耐心資本 在這種 在這種 是希望他 最後做出了一個公益的平台 而不是要短期就獲利兩階 把他賣掉的這樣子一種投資 所以要先長期觀察說 對 可以生存下來 對 沒錯 所以你如果找影響力投資 就可以找得到 好的 那我們這邊當然會有一些工作方 然後會去介紹一些影響力投資 所以 再問我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設計中心這邊的 可口可口的時候 一旦成功的人 對 那就是會記住在這個地方 對 大概時間是可以 我們 這一期是好像七個月 七個月就要找其他的方案 然後他自己 變得更進 因為我們這是類似 就是預程 對 所以到某個程度之後 其實你就 因為現在可口可口可口 或什麼 是就是到處都有的一個東西 其實並不需要用 不會有財產來做 所以我們這邊的 其實是幫你設定 你在生態系裡面的位置 幫你找到你的厲害關係人 包含你的可能的夥伴 可能的投資者 可能的顧客 那這些 對 那這些都找到之後 其實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嘛 他表示他獲利已經穩定了 經營模式已經固定了 所以我們還是先期預程 做的比較多 要解了嗎 所以 假如說要找任何人的話 對 可以透過社群網站 對 去做一個 是 對 對 那有些從這邊畢業之後 好像也許可以去 像林口新創園 因為他們那邊也是做很多 像Amazon Microsoft 在那邊都有點 做城市教育 或者是城市社群的 在那邊也就是正在開始 對 所以下一期的話就是在 應該年底會開始 有時候明白 十二月的時候嗎 十二月的時候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十二月 可能是十一月 就關注一下 對 好 太好了 對 那如果 如果在這個 因為我們 我們現在都是 林口的一個團隊 對 那 我們有個人在屏動 有個人在捧 對 溝通上面是有一個問題 我們用視訊 對 我們是用視訊製作 但是我們本身 我們很希望就是說 有沒有一個機會 就是 或更好的一個方法 對 是可以讓我們 可以去做一個 更滿善的溝通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很希望 這個平台是 不夠不夠 不夠我們去使用 這樣有沒有介紹 你主要碰到的困難是 是我們 統一資料整理的部分 是沒有辦法 在一個平台下去 共同讓大家看到 OK 像Google Drive 但是Google Drive 本身它會 滿足到我們 溝通的一款 有沒有什麼更具體的 就是到底哪裡 可能被Google Apps 能夠使用 哪一個 哪一個需求 可能被Google Apps 能夠使用 應該說是 我們上傳的一個 分別之後 對 我們要去做一個 記錄 對 我們做完記錄之後 我們需要去做 慢慢的一個分類 對 但是Google Drive 本身 原來就是說 沒有辦法 我們知道 我們有各個不同的 一個檔案 不會在公司 還是有一些 適合 就是沒有辦法 去記錄 就是出作戰之外 有哪些事情 可能去哪 哪 我們自己是用一個 叫 Sandstorm 那是我們 那我也不會說 它功能非常完備 就是 夠我們的一些使用 對 我們是用 Rocket Chat 配 Sandstorm 那我也知道 有一些 直接用 Microsoft Teams 它就 有點像 Slack 市場 全部都是抄襲 但是 在抄襲的過程裡面 加了很多 Office 365的 一些整合 那那個就比較像 辦公的所需 對 那其實好幾家都在做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看你們實際 我們想說人數 或者是 平常的 Workflow 那我可能 很難說有 就是你們成長到 五十人團隊之後 就會跟現在一樣好的 這個 那來聽著參考這樣 對對對 那所以 SenseTorn General 其實是我們自己用的 那我也知道 有些人就從 Slack 轉到 Microsoft Teams 這個也是個問題 對 那如果就是說 我們今天想要把 陳志范 你放到訂閱室的這個 平台上面的話 我們參考一些 GitHub 還有就是 開源的這些 對 程式翻譯 然後我們再整合 我們自己的 OK 它如果是開源的 就不會 開源的就可以 對啊 那如果金融這個 程式翻譯部分 是有一些 法規是需要去注意的 就是說 一些程式 要不要快出發 所以說不需要 那麼金融的一些 倍數啊 就是說這個是 也不可能 倍數只是增加你的 就有點像是說 你請白馬海特來搭 你的系統搭的時候 他告訴你說 從沒有漏洞 他願意幫你倍數 這當然是有幫助 但是不是說 你隨便選什麼程式 一定要取得自然認證 這是兩個系統 所以我可能要注意就是說 這程式有沒有 注九旬的一個 對 我主要還是注九旬 就是 所以GitHub上面 沒有那個 沒有License 沒有License 就不要去控制 沒有License就不要 對 沒有 有License 你就用他的License 好 大部分都不會進行 你做商業使用 是 就是 盡盡可能去發揮 自己想要做的 可以 OK 很要緊 如果我們今天那個 收入50% 是要去投資 我們主資本身 然後 就看你們贊成的那個限 對 但是在於 團隊的一個收入 就是伙伴上面的收入 是否可以 有 充滿人或執行 招臺決定 平均的一個分潤 還是說要用薪水的一個 這都可以 這都可以 就完全看你 那這個是可以寫在 贊成裡面 也是贊成裡面 對啊 就好比想說 你如果你要把你的指令機制 開放出來 用 用一人一票 或者用什麼平方投票 什麼之類的 都可以寫在 張成嶺 那如果你是 就是一開始就 確定說 好比想說 如果有盈餘 百分之多少 要增添的員工 這些都最好寫到張成嶺 要解 要解 那我可能真的會 對 那張成嶺如果 刷一下工商品證 就可以公開 對 所以 登記 假如說有限公司 對 他的每個資格很多 一千塊的話 對 就這樣可以 就去分這個 所謂的 股權 對 對 那如果說 就只有我一個人 對 那就等於肚子了嗎 肚子我就可以 繼續做 社會企業相關的 肚子的話 就是你說的算 可以 甚至還可以 傳統是個選擇 那肚子的股權 並不是在這個 但是這樣的問題 你找到影響你肚子人之後 你就不再是肚子 肚子了嗎 他一定會要給五分有限公司 是 就是除非你 一直不需要外面的資金 不然有一天 你還是要用五分有限公司去想 所以在最少的成本去做 一間公司的時候 對 還是會遇到這個 對對 但是現在因為公司買秀了 你現在一人公司 其實很容易 ok ok 所以我可以參考一人公司 所以你會表示 是的 ok 看一下 我一樣知道 我一樣知道 台北政府去 對他們做這個 反反反的那個方式 就是 我是一人公司 然後公司能整個選好 然後 我就做我整個設計的 這樣子 嗯 這當然是一個可能性 然後 另外一個還有就是說 你可以到新庄基地 新庄基地 可以有蠻詳細的 公司設立的輔導 好 我會這樣 來來來來來 好 好 謝謝 對 謝謝總的 那 如果之後有其他問題的話 還是 可以安排 可以有一些時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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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